会议你就别参加了 替我去看望一下董事长 可是迎接董事长千金 蒋灵的会议很重要 蒋董除了车户 蒋灵就是空降的继承人 你好好跟着我就行了 别管那么多 蒋董现在已经是个植物人了 简单点买书花 钱你先垫着 董事长 我代表我们部门来看望您 希望您尽快好起来 他醒不过来了 忙了半辈子 当成董事长有什么用 只有你一个人来看他 我怎么会出车祸 你干什么流氓 这不是销售医部族长董东吗 季浅浅你敢打我 是你先骚扰我 这身体原先叫季浅浅 难怪我脑中还有另一个人的记忆 我让你看个植物人 你把自己整阶级整齿 要不是我帮你说情 你早就被开了 跟了我 亏不了你 我叫蒋梅 原本是陈锋集团董事长 但现在我成了集团实习生 季浅浅 我记得季浅浅是住在这儿 怎么这么多小广告 我们集团实习生待遇这么多 我记得季浅浅是住在这儿 静浅浅 今晚的相亲这么没去 我说了我不想相亲 那你记不记得我也跟你说过 你要再不相亲 不就去跳牢啦 那你去死吧 就以出租屋为奇点 我要重掌陈锋集团 Boss 今天上午十点陈锋集团董事会 老癌子安排您到现场 公布和蒋宁的婚讯 力挺她接管陈锋 但 蒋宁只是蒋梅的养女 蒋梅出了事您还要娶她吗 我要的是陈锋集团 这就是电瓶车吗 这太难骑了 你没事吧 这不是我未来的女婿林子军吗 竟然在这里碰到她 我知道你在碰瓷 我赶时间 我没碰瓷 我只是不大会骑车 不小心摔倒了 这里是一万 应该够一药费了 你什么意思啊 我说了我没碰瓷 好你个林子军了 够狠 不愧是老娘看上的女婿 回来 谁要你的臭钱啊 波森 那个女婿看上去不像碰瓷 我们是不是误会了呀 误会 她浪费我三分钟 给盛辉带来的损失 可不是误会 快快快 要死他了就打不上卡 既然老天让我活过来 我一定会过好第二次远选 蒋林的商业管理学位还没修完 不知道她能不能顺利接我的班 寄钱钱 你还有脸来公司 你这样的都有脸来公司 我为什么不能来 你被开除了 现在收拾东西给我滚蛋 你以什么理由辞退我 一个实习生 我看你还需要理由吗 昨晚在医院揍了你 就料到你会玩音的 还好我早就收集了 你性骚扰的证据 够组长 公司出门又转就是派出所 你确定要赶我走 我什么都没说 你赶紧跟我走 这老太太一死 陈锋以后就是我的 蒋总 带我去总裁办公室吧 欢迎蒋小姐接管陈锋集团 我是销售医部组长 以后这陈锋集团 我就是CEO 叫我蒋总 蒋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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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组长 您不能随意提拔 规定 以后这尘封集团 我就是规定 老男后你不常清疼 你给老男也不够举 董事长任命 是要董事会通过的呀 还好我这拜金 你找了个靠谱 有林子群子 尘封倒不了 我妈是董事长 我接替她的位置 凭什么支持CEO 你们是觉得我是养女 瞧不起我吗 董事会就是看在 蒋董的面子上 才魄力让你做CEO啊 我可是要和 林少订婚的人 盛辉集团的少奶奶 还不配做 陈锋集团的董事长吗 那CEO谁打 就让助理狗东当吧 胡法队 怎么又是你 出去 对不起啊 林总 他这是什么态度 我现在不是蒋梅 只是个实习生 林哥哥 你是来宣布 跟我订婚的好消息吗 这小两口看着真般配 林哥哥 这帮老头不让我当董事长 他们瞧不起生回集团 未来的少奶奶 就是瞧不起你 瞧不起我可不行啊 林哥哥 人家想当董事长 不行 我的意思是说 做社会上奶奶 和做陈锋董事长 可不能画等号啊 你是那个碰瓷女人 都说了我不是碰� 钱在这儿 林总 江东把他的女儿托付给你 你可要管好她 你还挺特别的 消受医部记浅浅 什么浅 什么碰瓷 你这个实习生 是不是想勾引林哥哥 你不要胡说啊 我可是你的 团工啊 需要 facult tous 你又是蹭我的车 又是弄瘦的西装 这还不是勾引我 当着未婚妻的面 可不能瞎说啊 我跟她还没订婚呢 那你来干嘛 我是给我老爷子一个面子 过来宣布 我和她订婚的事情 至于你们 陈丰集团的人事任命 与我无关 告辞 还看什么 赶紧给我滚 你怎么跟我说话 这是牺牲给人的感觉 怎么这么像老太婆 我的意思是说 请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会好好做事 蒋总想对付她 我有办法 浩欣这个案子交给你了 下周去竞标 一个败家女 你一个实习生 敢这么大声跟我说话 这个案子的竞争对手是盛辉 之前一直是蒋总亲自操刀 我一个实习生 这么大单子让我去竞标 你确定不是在开玩笑 陈丰不留没实力的人 办不到就给我滚 看来想保住陈丰 只能老娘出马的 好 我去 你要我去 我去 小颗 我去 我来 我去 你 自己 去 我去 我去 你 要 去 你 不准一天 李总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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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总好 灵绍大驾光临 有失远迎了 李总您好 我是陈锋的金标代表 季秦潜 听说您刚下飞机还不倒时差 今天我们不讨业务 只负责给您接份 陈锋安排的就是周到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陈锋竟然派一个实习生作代表 怎么想的 看来这次建标 会很有趣的 好 好 好 真没想到 这李总竟然对台球有兴趣 台是个高手 他功课做得很充分 连接 林总 你怎么做 乔律 你怎么做 你怎么做 我怎么做 你怎么做 你怎么做 有点 不行 但是还不太好 你跟李总打得这么开心 跟我就这么拒继 你是有未婚妻的人 蒋林 她是我爷爷给我安排的商业联姻 我对她不感兴趣 商业联姻不是儿戏 别整腰饿子 你一个实习生 那么关心蒋林 她的成功对我很重要 难怪为了这个竞标 你不惜牺牲设想 打台群是正常游戏 林总觉得我牺牲色系 那是你头脑龌龊 职场险恶 小心摔得头破血流 李总 明天竞标前 我希望您能给我一小时 来来来 先把这杯酒喝了再说 我会用PPT给您详细讲解 陈锋进标后的计划 让您对陈锋 我就喜欢酒量好的女生 来 再喝一杯 喝酒喝 我蒋梅谦卑不醉 可 季浅浅 一杯就倒啊 你 小美人儿 我最爱玩的不是桌球 是这个 在我的酒店 不让玩这个 不要 不要 你看清楚 是我 林子军 石医生 要不是我看监控过来 你 太好你来了 喂 你干什么 我好心来救你 你想爬我的床 你会说什么 我可是你的 你的 你的什么 总之你放心 我不会破坏你和蒋宁的感情 以后陈锋集团 就靠你了 我这个女婿 跳得真不错 今晚要不是我看着 早晚得出人命 你 You know you're not that thing That make the girls awkward You know exactly what you do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 我要天打雷劈吗 你 大早上的吵什么 我救了你 你救我就能跟我睡吗 你知道我是谁吗 不就是个实际生吗 像你这样的女人 每天都想爬上我的床 没有一百也有八十 像你这种趁人之危的人渣 根本不配娶蒋灵 蒋灵是你什么人 值得你处处为她说话 别烦了 没睡 你真没睡 就你这个姿色 想得美 那你干嘛脱我衣服啊 你昨晚全身都湿了 你还想试着上我的床啊 那为什么你也脱了 我抱你回来的 我身上也湿了 哇 八块腹肌 我整女性身材还挺有料的嘛 你还满意你看到的吗 我只是替蒋总提前验验货 验货 可不是这么严的 你可不要乱来啊 放开我 我不放了 林总 我来送洗好的衣服了 我还没找昨天那个王八蛋算账呢 不要 不要 不要啊 你不是最爱玩这个了吗 我陪你 不要 别说救我啊 别说你不是说你在酒店不能玩这个的吗 只有他能玩 救命 不要 李总 合作的事情考虑得怎么样 陈锋一定很符合你的要求吧 干不清 老娘让你身败名利 复合 复合 立马钱 立马钱 喂 我救了你一命 这合同不应该给我吗 我可是在你的酒店出了事 这件事情要是传扬出去 盛徽的股价会跌多少 临上 请 不是 真当自己上过床了 啊 啊 啊 不好意思啊 习惯 想起我 放一下丈母娘都不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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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日团团 还得自己做 姑娘 买点土鸡蛋补补身子 看你这鸡蛋都没标生产期啊 农村的土鸡蛋打什么标啊 这刚好15块钱啊 拿好 我成了寄钱钱 什么时候才能回自己的家 我不是这么说 他要寻家 你那样的 你呢 我像我 好好好 你呢 妈这辈子真有福气 住这么漂亮的房子 是啊 那老太婆从孤儿院收养了我 但她不知道 我早就找到你了 乖女儿 妈呀 没白胜你 那老太婆的医药费 我已经停了 这里很快就是我们的了 谁啊 小妹辛辛苦苦这些年 就养了你这只白眼狼 砸 宝镖 宝镖给我追 是 别跑啊 这花非得我亲自送吗 这也是老爷子的意思 想让您跟蒋小姐 多增进一下感情 快 过去看看 哦 好 上车 站住 别跑 站住 好爽 好久没这样跑过来 这又是碰了谁的词啊 都说了我不是碰瓷的 不是碰瓷能被保镖追啊 你就住在这里啊 看着不像 这大概就是命运吧 金钱钱 你这个不孝女 现在翅膀长硬了是吧 要你相亲你不去 还敢挂我电话 我说了 我不相亲 你个女孩子家家的 你不相亲你想干嘛 赶紧给我分手 老娘辛辛苦苦供你上大学 是为了让你便宜那帮穷鬼的吗 彩礼没有百八十万 别想娶我们老季家的闺女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就想拿我换财力给弟去买房 你是我生的 我想拿你换什么都可以 你明天给我老老实实相亲去 我不会去相亲的 我已经被他包养了 包养 你这个丫头竟然做出如此上风百俗的事 搞得自己一分钱都不值 是啊 我已经不提倡了 所以以后你别来找我 他包养你多少钱 你给我多少钱 把钱给我 我买包包欠了贷款 拿自己笔债给他 一分钱 我怎么生了你这个丧门星败家女 你是种不要脸的事 等你以后老了人老住房 以后看你怎么做 既然你这么关心我 那就把给弟弟存的首付款 拿来帮我付身啊 我保证一回家就是生气 你死在外面 你不要投一分钱 什么时候会我包养了 我 冯厂做戏而已 您知道何必挡着 谢谢你送我回家 都不请我上去喝杯水 还不如被我包养了 这床已经欠了三十万医药费了 医院也不是慈善机构 把管吧 什么 请您千万别放弃他 他女儿要求也别放弃 你是他什么人啊 我是他朋友 好吧 那尽快吧 谢谢 老天爷真会捉弄人 让我出车祸变成另一个人 又被蒋灵背叛 天下没有我过不去的风浪 蒋灵 你从我这里得到的 我会一样一样收回 战狐迷药 我必须想办法得到 姐千千 不是和你说了 合同不欠完不能来上班吗 怎么又来了 这是签好的合同 请您旅行约定 给我转正 这 这怎么可能 你一个实习生 怎么能跟李总签合同 我本事大着呢 以后你会慢慢知道 哦 睡来了 有本事你再说一遍 借钱浅 你这个捞你 你勾引林哥哥还不够 现在连猪头一样的李总都不放过 靠卖身换合同 真是不要了 今天不给我转正 这条录音是发给李总 还是发给我的律师 随你挑 狗东 同志人事部 给他转正 听说啊 蒋总要跟灵绍订婚了 是啊 订婚宴就在蒋总的别墅里举办 听说只有组长身份以上的人 才能参加 拿到密钥的机会来了 过来 你想干嘛 听说蒋总的订婚宴 你也受邀了 我要当你的女伴 你去订婚宴干嘛 哦 我知道了 你想掉凯子 想当我的女伴可以 陪我睡一会 你哪来那么多被份啊 足够提醒健忘的狗族长 一辈子不敢性骚扰员工 我带你去 我再重点 你不犯剑 从一季浅浅浅 我需要一件战袍 您订婚用的西装 从意大利送到了 你什么时候方便可以试一下 老子 这不是那个实习生吗 你替我先试 我过去看看 啊 那礼服呢 你替我试穿 这件马好像小了 你再帮我拿一件大一号的 这是最大号的女士 您太胖了穿不下 你这是对顾客该有的语气吗 购物的才是顾客 这衣服你试半天了 到底买不买 我才刚穿上 什么叫试半天了 买不起 试多久都一样 你怎么知道我买不起 就刚才你身上那衣服 一看就是网购领券 还要凑满减 一股球酸味 就是 你一个月工资有三千吗 你敢到我们柜台来试衣服 姜董 这是我们店里刚到的一批 当机最新款 最适合贵气逼人的您了 蒋董 您先挑着 我帮您泡茶 你们看人下菜 不但败坏品牌形象 还给商场抹黑 我会投诉你 然后给你们老板发邮件 我们老板可是盛辉灵绍 还给他发邮件呢 您还说有灵绍邮箱 你怎么不说有他电话呀 我还真知道 七小姐不用发邮件了 我亲自来了 灵绍 灵绍 作为盛辉的员工 你们就这样对待客人吗 对不起 灵绍 是我们疏忽了 小姐 你想喝点什么 茶还是咖啡 明前龙井 绿茶 我们只有黄山茅峰 我知道你们有 这茶是蒋董专用的 他怎么会知道 客人都吩咐了 该怎么做 还需要我教你们吗 快去吧 季小姐这身看起来 都有四十五呢 臭小子 竟然一眼看透我的灵魂 看着有这么老气吗 季小姐怎么突然 想要买礼服了 我需要一件战袍 打一成硬仗 战袍 你需要这件 别说 他眼光还真不错 你怎么进来了 这是我生辉的购物中心 我想进就进 阿弥陀佛 老娘一把年纪 竟然被年轻人这样聊 宁少就要订婚了 何必开这样的玩笑 我怕你接来太久有危险 我能出什么事 这可不好说 别忘了 我之前还救过你 好看吗 保证让你旗开得胜 你要打什么仗 密 就这件 林少 这是我们店的镇店礼服 您朋友买 可以优惠到两百万 那我还是要之前那件 包起来 借我账上 好的 谢谢林少 这么贵的礼服 你说送就货 也是为我的眼光买的 不是为了他 这小子 从前在生意场上 你们做的这么帅 林少竟然给他撑腰 还送了他礼服 他一定是爬上了 林少的床 是啊 瞧他那水生腰 床上功夫肯定好 背后议论客人 有趣吗 我还真不知道 我的床上功夫好不好 要不把这个视频 发给林少 替你们问我 不要啊 我少有老 像有小 请您饶了我这次吧 我房贷还没还完 丢了饭完 我就要睡大街了 求您放过我这次吧 明明和我一样 都是打工人 卖点奢侈品 就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了 没有没有 我们真的知道错了 你们根本不是真心对我 只是不想承担后果吧 求求您了 千万不要告诉林少 仅此一次我犯过你 记住 下次不要再干这样的事情 林老 林老 还可以 林老 林老 还可以 爷爷 林哥哥 你们终于来了 不管我这把老胡桃 不中用的 害得子军大喜的日子 还迟到 爷爷 宾客还没到喜了 我们来走吧 好 你 你等着 林哥哥 你在看什么呢 我在看他上战场呢 爷爷 你看她 总是这样大非所问 心不在焉呢 你好好管管她 子菊 玲玲这么好的姑娘 你可不能三心二意呀 你可别让她被别人拐跑了 爷爷放心 她不会跑的 迟到那么久啊 不过 看在你特意为我打扮的份上 别浪漫了 走 你用全调 林老好 林老好 趁现在没人注意 上楼去书房取蜜药 这不是实习生寄钱请吗 你个白眼狼 不去订婚 跑来找我干什么 你这个礼服 整个龙城只有一切 价值两百万 你穿这个山寨货 来我的订婚宴上混吃混喝 可真是厚脸皮 我穿的可不是山寨货 但你不是讲懂的山寨女吗 你 你们这是为了我打起来了 白眼狼还没走 未婚夫又来了 我就上楼拿个二十亿 需要这么难吗 林哥哥 这个女人欺负我 她说我是我妈的山寨女儿 季小姐还挺幽默 用山寨货会不会被人看不起 名上你可能要想清楚 林哥哥 你明明是我的未婚夫 你怎么帮着这个女人说话呀 我还没有给你订婚戒指呢 现在还不是 你什么意思啊 今天是我们的订婚宴 那你还对来的客人 只手话讲的 不想办你就直说 你给我等着 欢迎各位参加 我孙子和蒋灵的订婚宴 我特意选在这里办 也是想让蒋董亲眼见证 她女儿的幸福 老爷子也太夸张了吧 妈妈 今天是我和林少的订婚宴 希望你能保佑我们 白头偕老 幸福美满 白眼狼 老娘还没死 把医药费性给我交起 再求老娘保佑你 恭喜恭喜恭喜啊 什么 什么东西带睡了 我出去一下 你拖延住她吗 救命事马上就要开始了 你先帮我顶着 太好了 二十一到手 我的身体可以保住了 还是谨慎点 万一下楼被人撞见 搜我手袋呢 我好像换了你的好事 你胡说什么 我找厕所迷路了 是吗 你干什么 看来今天晚上是你的战场 那战里面是谁 不能被她发现迷恶 我可没想吊你这条大眼 你稍快回去吧 被人看见了不好 被人看见不好吗 你一个尘封的实习生 勾引了你们蒋总的未婚夫 臭小子 胆子还真大 也好 如此人间极品 不能白白便宜蒋连那只白眼狼 你是个贱女人 竟然敢勾引我未婚夫 慢着 我都没摸过 不要摸 爷爷 这个女人勾引林哥哥 她刚刚在书房鬼鬼祟祟的 都被我看到了 今天是我的订婚仪式 您一定要为我做主啊 小姑娘她说的是真的吗 我没有 说她看错了 你跟林哥哥没来眼去的 我眼睛瞎才能看错呢 对 我作证 这个女人能从林总手里抢走招标合同 肯定跟林总有奸情 你 你老爷子 您德高望重 我也跟您说句敞亮话 我没够眼睛伤 但是 你确实反对蒋连嫁进林家 你有什么资格反对我们结婚啊 因为你拖欠蒋董的医药费 像你这种不孝女 根本不配进林家大门 林喜医院 爷爷 你听我解释 我不是故意的 我刚回国 我不知道怎么用医用卡说 这种理由都搬得出来 真不要脸 算了 以后啊 都是一家人 蒋梅的医药费 就寄在林家账上 当面论人是非 终究是祸害 把她给我撵走 慢着 爷爷 来 订婚一试 继续 我自己走 爷 我觉得订婚这个事情 我还要再考虑考虑 你是不是喜欢刚才那个女人 我就是因为不行了 所以才觉得林力 独行太大 不适合敬我一家 臭小子 随我 你是得反省反省 作为林家的儿媳 整天争风吃醋 蒋董的照片落地 也是气你不孝 今天不是个吉利的日子 订婚一试 暂缓吧 爷爷 这下可闹笑话了 记浅浅 记浅浅 和你都无情 怎么连一双高跟鞋都穿过 你怎么跑出来了 不定婚了 为了你 逃婚了 你认真的吗 明老爷子会杀了我的 骗你的 臭小子 害我心跳那么快 但是我对蒋林 确实没什么感觉 你不是想拿到陈松吗 之前蒋梅在 需要靠联姻才能拿到陈峰 现在就剩她一个丫头骗子 不需要牺牲那么多 有我在 你得不到陈峰 整车 我又没爬上你的床 怎么能上你的车呢 当作是 闹翻我订婚宴的 谢灵 看着长大的孩子 已经是个男人了 凭这二十一 我要夺回陈峰 七千千怎么被解雇了 听说她去勾引了 蒋总的未婚夫 不是吧 她怎么是那样的人啊 她怎么还来上班啊 没想到啊 脸皮真够厚啊 你被解雇了 在订婚宴上勾引蒋总未婚夫 还有眼泪在这儿 我口袋里 好像还有一个U盘 不知道里面有什么 是蒋总要开你 不是我 我回来之前 又看到原来的宫位 臭飘子 迟走正三 哈喽哈喽家人们 虽然季宠妈妈的 陈峰集团很辛苦 但也很充实 我会在业余的时间 更好地丰富自己 借浅浅 你这个贱人 怎么还不管 想懂心心苦苦 送你去长青藤乌书 你就学会了直播炫富 我妈有的事情 我想怎么炫就怎么炫 反倒是你这个 穷人家的女儿 一辈子只赔给我打工 你就算得到了 林少的青睐 她也只是玩玩你 你呢 这辈子给我提鞋都不赔了 你妈真的有钱吗 你什么意思 上回那个鸡蛋是你砸的 这两年你卖弄 长青藤白富美人设 直播账号达五百万粉丝 如果你敢开吊我 猜猜你会不会塌坊 姐姐你这个贱人 老娘账户里躺着二十亿 要不是为了少着陈峰 稀罕上你这破版 谢谢 这是你们的买盘 来 亲姐 不用了 谢谢 我不喝奶茶 你一直都喝 怎么突然养生起来了 这周六又要跑十公里 全员参加 是我出车祸前组织的团结 蒋总都出车祸了 这破活动不能取消吗 怎么 您不喜欢吗 哪个变态喜欢跑十公里啊 还占用周六 恶心 资本家就喜欢拿员工当猴耍 当初你们也没反对啊 谁敢反对啊 我觉得吧 年轻人就该锻炼锻炼 多运动运动 工作才会有激情 你是不是给公司卖命 公司知道吗 才转正说话得这么狗 以后肯定是那件 季浅浅那个贱人 敢跟我作对 我要让他脱层皮 蒋总放心 我都安排好了 保证让他脱胎换股 重新作业 第一次以员工身份参加团结 感觉还真不一样 陈凤人加油 我呢会在终点迎接勇敢拼搏的你们 好不好 好 加油 预备 跑 团建呢 快 你来得正好 带我去终点 看你这身体 一看就是缺乏锻炼 果然资本家都是一副嘴裂 你说得到轻巧 你倒是下车锻炼锻炼 我断没锻炼你应该很清楚 小心滚 来 拿好谢谢 谢谢 你是啊 谢谢蒋总 谢谢 谢谢 说什么 妹妹一个人跑步记不寂寞啊 哥哥陪你一起跑 呀 你想干嘛 哥几个想跟你一起去玩玩 别碰我 挺辣呀 哥喜欢 警告你 我可不是好惹 你们要是敢送我一根哈马 我一定把那里能把他给你家 哎 臭娘们 你以为你是谁呀 王八蛋 都算怎么看 你说完了 那就直接上啊 打得好 用力 都说了我不好忍 这回你们被打得满地爪牙了吧 我又救了你 想想怎么报答我 灰头请你吃顿饭 就一顿饭 先手 不行 一顿就一顿 狗东干得不错 小贱人 等你的艳照满天飞 看你还有没有脸勾引林哥哥 借浅浅 你怎么会在林哥哥车上 怎么 蒋总希望我再生气了 你这个贱人 又勾引林哥哥 说 那些流氓是不是你安排的 什么流氓 你别胡说 小贱告你诽谤 我一直以为你只是骄纵任性 没想到你既然干出这么下三滥的事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 借借 你怎么了 是你脏的 难道是运动国度 我的灵魂和身体要分离了 我扶你回去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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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哥哥 你怎么能当着我的面包他呢 你真的不用去医院了 我 哎 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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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灵魂要离体了 我还没保住 我死不瞑目啊 她怎么了 是不是滴血糖 有可能 来 快喝一口 补充血糖 姐姐 来 我感觉好多了 那没事我就先走了 好 谢谢 谢谢 天天抗净喝奶茶的月子真开心 原来我不是要死 是欠了季浅浅一杯奶茶 你不能再这么遭到季浅浅的身体 我发誓 这是最后一杯 这电瓶车也太难骑了吧 现在哪还有人骑电瓶车上班 是 你 可 可 可 刘老爷子 学性 就是一千万 好 算你实相 我知道你们最关心的 就是林少的婚姻大事 想给她找一位完美的妻子 不过蒋宁只是蒋梅的洋芋 现在蒋梅出了事 您又何必还要认真的妻事 季千千你在胡说什么 你不用挑拨李箭 她有陈锋 就是我孙媳妇 听到了吗 季千千 我有陈锋 等林哥哥把你玩腻了 自然就会回到我身边 白眼狼 我迟早让你失去陈锋 老爷子 我这样的小人物怎么敢说你一千万呢 你放心 从今往后 我保证离林少有冤 告辞 白爷爷 你怎么就这样放他走了 我赤煞龙城五十年 能被这个小丫头骗子哄着 怎么了 公司说业务调整 我们整个组都被裁了 我还有房贷要还 这下让人怎么活呀 这事是冲我来的 我去找蒋总 裁员是董事会的决定 他们说蒋总出国度假去了 季贤浅 你怎么突然闯入董事会 我们在开会呢 为了开掉我 公司很下血本 能不能告诉我真正的理 你想多了 这是蒋总出身获钱做的决定 有脸拉植物人出来点灭 没胆提林老爷 既然你已经猜到了 那我就不瞒着你了 林家少奶奶的位置你都敢动 小心你死都不知道怎么死 不然凭三言两语 根本哄不住林老 取消裁员计划 我自己考虑 没想到你还挺硬气的 你很快就不知道 我到底有什么硬气 你以为让你滚蛋就结束了吗 好戏还在后头 我就是离职呢 有了这二十 我躺着也能把陈丽风收回来 老爷子交代了 今晚要做得干干净净 是 是 回去告诉老爷子 违法犯罪这套已经过时了 下次别再用了 放心 我跟这女人好不到一块儿 一辈子涮鸳鸭锅谁受得了 那也比你点咸豆花强吧 没什么事了 回去吧 慢着 门口垃圾带一下 原来你请我烧火锅 是拿我当护身符啊 不然呢 我被老爷子冰上 还不是你害的 那这么说 我还得对你负责了 别 你越负责我死得越快 灵老不会善罢甘休 看来要玩一阵子失踪了 这些钱 这间房子我会一直替你留着呢 我就知道啊 你是骗我的 那小白脸要真的包养你 能让你住这破地儿 这女人怎么这么难缠 你说的对 她把我甩 你少骗我 你这不正打算搬家吗 说 搬到什么好地方去 我现在房子到期了 工作也没 无家可归 正准备投奔你 你少说这些 家里可没有你的房间了 你真的分手了 我骗你干嘛 你怎么就真的随了你爸呢 一点都不长脑子的 你说你挣钱没本事 还给男人白玩了 你把自己搞得残花败流 你以后可怎么嫁人啊 有了 我也不是什么都没捞到 他送我一套别墅当分手费 真的 真的 不过碰我也没用啊 别说这块钱你有霸占的 我也没本事要活 废物 我去帮你拿 走 太美了 这简直就是我梦想中的房子啊 你弟呀 生三胎都够住了 抢到手 这就是你的了 看老娘的 给我开门 给老娘开门 你有病啊 跑这儿来撒野 这是我女儿的房子 你不撒泡尿罩着 你也配住这么好的房子 这样是我女儿的房子 房产证上有你女儿的名字吗 那肯定有啊 老娘混社会这么多年 什么样的人没见过 你这样的一看就是辩子 走开 这是我女儿的房子 这是我女儿的房子 你给我撒开 这是我女儿的房子 老娘 过来把这臭女人给我赶走 你给我撒开你 你出去 不要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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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热的 现在 该我上战场 拿回乘风 行 我爷爷都要把你做掉了 还敢来上回找我 越危险的地方是越安全 林子娟 我们合作吧 你拿什么跟我合作 你的身体吗 这里面有二十个人 你一个实习生 哪来的二十亿人 我保证这钱绝对干净 你就说要不要合作 二十亿虽然不少 但比起这个 我更想要你的身体 你再犯嘴上便宜我抽你啊 好 你想要什么合作条件 你出十亿 我们成立投资公司 拿下掌控 不好意思 我这个人不喜欢跟人平起平坐 这样吧 我出八十亿 做你的绝对大股东 我不喜欢陷入被动 那很巧 我喜欢掌控一切 好 八十亿 一言为定 等拿下陈锋 再跟他撇清关系 想甩掉啊 可没那么容易 拿下陈锋之前 我们就住在这儿了 是不是之前那间行政套房吗 不然呢 你还想禁离家的吗 我爷爷可想帮孙子 你要是怀上了 肯定能禁离家 不愧是商街狐狸 连我的肚子都酸气 这么狠 对你不狠 江山不无 我们只是合作关系 为什么要通知 我很忙 我只有十天时间 十天够你拿回陈锋 十天不止够拿回陈锋 还能拿下你 在拿回陈锋之前 我可没心情谈恋爱 我希望你也不是没有心情 少喝点垃圾 你不懂 就是要趁着年轻多好 年轻人哪 那都老阿姨的快乐 你怎么不锁门啊 你也没敲门啊 糟了 老阿姨越来越快乐 哎 重活一次 竟然又跟男人同居了 还是差点当了我女婿的男人 你 你 你这个劈腿的狗男人 走往屋里滚出去 蠢 我认这男人婆很久了 分就分 全三 那么差的男人都靠不住 林子军这样的公子哥 更不可能转移 可不然 一个坑里摔两次 你就不能把衣服穿上吗 好多女人排队想看的 便宜你了 这么诱言的极品天坑 帅死都知啊 股票打下来了 你这个操作可不像新手啊 你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 怎么会这些啊 这就是天赋 夫妇 司机你到上 怀疑我也没关系 你永远猜不到我是神 今天我一定要知道 林哥哥在哪里 他已经一个礼拜没接电话了 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蒋小姐 boss他真的去度假了 度假也可以接电话吗 我已经知道错了 我不应该乱吃醋的 你帮我联络他吗 我 对不起 我真的联系不少 凯文是吧 我发现 你长得也挺不错的嘛 要是你帮我联络他的话 我就轻易一下 蒋小姐 你再这样 我可要报警了 你不说是吧 小心让他回来炒你鱿鱼 喂 你说什么 陈锋股价大跌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公司什么时候多了个大股东 有人做空了股票 他用资金收购了陈锋的股票 别说这些有听不懂的 就是我们现在到底该怎么办 接受命运 神秘股东十分钟后就到 你来啦 你们 你们就是陈锋的新股东 是啊 又见面 你来啦 但你就是陈锋的新股东 金钱 我杀了你 你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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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你老是 你老我 你老是 这些什么 我老是 想起来 那你有本事 把他叫起来反应 你 你想让谁做CEO 我 你 听什么 如果我当CEO 人家愿意是从自己 重新办理回过吗 我愿意 几千钱 你过河拆桥 你事情 你是我要清醒的 我等着 我不会放过你的 狗东西狗了这么久 终于被曝光了 大快人心 CEO只是第一步 早晚有日 我会回到原来的位置 陈枫 我回来了 清宫酒 年轻的感觉真好啊 我感觉我还有大把的时间 可以把陈枫做大做强 这话说的 好像你老贵一样 你小子真行啊 十天时间能拿下陈枫 不愧是我看好的人 你还真是一辈子 我还要喝 还喝 忘了上次怎么救你了吗 有你在我不怕 我要品尝胜利的滋味 真想尝 胜利的滋味好吗 好 你喝多了 你 闭嘴 现在是领奖事情 讲解是不会说坏的 你喝多了 我怕你后悔 谁是我喝多了 这里是陈枫 你是林子军 我当上的CEO 就是要为所欲 你喝多了 一个给他 淹水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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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一定是吗 你不是我们晚上睡在天下床了 你是顺便快会去一块子一块的 扣子 你见了 何秋实 怎么在陈凤的办公室和英子居 纪总 身回特助打电话来说 林总已经到楼下了 他怎么来了 商谈战略合作计划 你跟他说我不在了 纪总你去哪儿 我突然想起来有急事 你说我好不容易重活一会儿 竟然用纪浅浅的身体和林子居 那个林子居啊 天天一山不整地在我眼前乱活 我又不是什么都不懂的小姑娘 一时糊涂 相信你们都会犯的错误 你说 他要是拿昨天的事情让我负责 这活动照 我到底是认还是不认呢 探望时间到了 患者需要休息 好的 你们默默接激的 什么时候才能把管 请不要大声喧哗 他是个植物人又听不见 让开 你干什么 他都快死了 我为什么不能把管 天天拖拖拖 害得我不能继承股份 陈凤都要将我撵出去了 蒋董的医药费如期缴纳 我们不能停你一起 是谁这么多事 林老爷子吗 这是病人的隐私 我们不能透露 你们这黑心医院 天天拿个植物人当药签树 故意拖着不让他死 害得保险公司不理赔 你们欠了我一个亿 知不知道 报告单出来了 你的多囊综合征 越来越严重了 再继续熬夜加班 迟早不孕不孕 不孕不孕 只要有陈凤 其他的我什么都不在乎 真怪 我想收养这个孩子 这白眼狼 给我买了一亿兽鞋 我会租车户 一定和他有关 我一定要调查清楚 车祸的真相 你怎么在这儿 听说你有急事出去了 我就在这儿等你 上辉那么多事 你不忙吗 知道我忙啊 就尝好点说 够了 旁边就是沙发 你怎么随便坐我的位置 你确定沙发能坐 行了别说了 你就坐这儿 看来昨晚的事 你都还记得呀 明少姿色出众 为人难以忘国 如果大家都是成年人 就当开心一些 不行 什么 难道昨晚你不开心啊 我就是太开心了 所以 我要你对我负责 能被灵少看上是我的荣幸 但我现在真的无心恋爱 无心恋爱 这四个字可说服不了我 给我一个更确切的理由 因为我有大仇要报 你能不能变得更扯一点 真的 我要为蒋梅报仇 你是说蒋梅的车祸另有隐情 我刚听说出车祸前 蒋灵为她买了一亿兽险 是太可疑了 就算是这样 你跟蒋梅有什么关系 轮得到你给她报仇吗 因为她是我的偶像 真的 蒋梅白手起家 凭一几十力打造陈锋 却被车祸害成植物人 我必须提前行道 持有二十亿字机 急剧商业头脑 还想要为蒋梅报仇 我对你越来越好奇了 蒋梅姐 我对你越来越好奇了 蒋梅姐 是挺迷的 看我也没法给你解释 不需要你给我解释 我帮你报仇 你做我女朋友 好吧 大少爷 你怎么还惦记这茬呢 说了这么久 你还是要使乱中气是吧 当然不是 我是觉得时隔久远 要找出蒋梨犯罪的证据 恐怕有些困难 我有办法 哎呦喂 这怎么又喝上了呢 别喝了 那不当CEO就不当CEO了呗 你懂什么 当不上CEO 林哥哥就不会娶我 你瞧瞧你 这有大房子住着 还有你那便宜妈的存款花着 这怎么意思啊 你又继承了遗产 这这么多的钱 够咱们娘脸大半辈子花的了 有医院拖着 那女人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死 就是你 一天天只知道赌钱 除了赌钱 你要知道干嘛 要不是我为了夺赌债 把你放在了孤儿院 那你能过上这么好的日子吗 喂 你说什么 蒋梅要醒了 这老女人还不死呢 竟然还要醒来 是啊 上次让我老乡好开大货车撞他 都没把他弄死 这次 我绝对不能让他回来 把机器搞坏 就说这机器故障 这还能敲他们一支 快快动手 免得夜长梦多 等你拿到保险机和遗产的伤 妈妈可得好好赌击吧 你们说的这么大声 以为我听不见吗 妈 别叫我妈 你身边那个人才是你亲妈 你以为可以瞒过我吗 你什么都知道了 我当然知道 我还知道 你这个白眼狼串通你亲妈 制造车祸谋杀我 妈 你听我说 那车祸不是我制造的 是他支持我的 妈 你相信我 别送我去坐牢 不是你的主意 你会为我买巨额保险 姐姐姐 林子军 没想到吧 我带了便生气 杀人未遂 证据税 你就等着牢底坐穿 姐姐姐 我杀了你 住手 住手 你干什么 放开我 林子军 我和你 你去牢里慢慢恨吗 带走 走 我先走了 老实点 你刚才学蒋阿姨的气是太小了 要不是我一直看着你 我真以为蒋阿姨醒过来了 我也没想到我能学得这么像 可能是蒋董明明之中在帮助我们吧 那你现在大仇得报 做我女朋友的事也该给个答复了吧 那 就先试试 别乱动 妈 你怎么了 我妈西单病犯了 快给她送医院 没事吧 没事吧 快跑 别跑 不许帮我 李里快跑 走 杨总 你怎么在这儿 我被警察通缉 都是寄钱浅害的 我也刚从拘留所出来 曾经 家也没有 倒是因为那个臭表子 一定要让他付出代替你 我们一起报仇 爹 您要是想要孙媳妇的话 就只有他了 家世太差 我不认 我记得爷爷说过 谁有陈锋谁就是你孙媳妇 别以为我老了 有龙有虾 陈锋是我孙子替你挣 你的二十亿资金 来源后面肯定也有问题 只是我不愿意追查 爷爷 他怀孕了 我 愣着干什么 快给我孙媳妇安排房间呢 你看 这不就进门了吗 你这样骗老人家不太好吧 他可比我狡猾得多 今晚怀上也不算骗了吧 我 我 看 这不就 母亲 哎呀 别缠着我孙媳妇了 我陪我媳妇呢 回你房间去 在我曾孙子出生之前啊 你们啊 都得分房睡 为什么 年轻人血气方刚 太冲动了 伤着我曾孙儿可不行啊 我 我会克制的 男人的嘴 能信 爷爷我啊 也是过来人 哎 饭来了 我没胃口 你没胃口 但是我有啊 哎 没胃口啊 今日下午 涉嫌谋杀超级富豪之子的杀手安娜 被黑帮头目重金保释出狱 几千锦 你的死气了 恭喜出狱 安娜 君说你的朋友是杀手啊 我留学的时候谈了一个超级富二代 那时候天天开派对 认识了安娜 直到他把我男朋友杀了 我才知道 原来他是故意接近我的 我也很内疚 所以来补偿你 长这么漂亮 看不出来啊 这就让你见识见识 为什么 下午茶来了 哇 谢谢季总啊 谢谢季总啊 真没想到 我们的浅浅这么一转眼 变boss了 我做boss呀 没有周六长跑 只有美丽奶茶 狗东死了 什么时候的事啊 我看到前击发朋友圈 说是出车祸了 人都伤得面目全非 这也太吓人了 虽然他是个人渣 但这样死也太惨了 为什么 我有一种不安的感觉 先弄死蒋梅 再弄死季情浅 只要来个死无对证 我就能重新露面 风风光光继承遗尘 走 怎么可能见空画面坏了 氧气面罩就掉了 这肯定是阴谋 你心灵气动 冷静点 想哭就哭出来了 有我散 肯定是被人害死 不要把凶手招出来 茶饭不死了 陈锋都不去 姜董走了 那么难过吗 他对于我是很重要的人 爷爷这两天给我安排了个国际客户 等我忙完这两天 带你出去玩 病房监控虽然坏了 但我有一个办法 也许能找到凶手 我要办一场盛大的葬礼 在排查葬礼上所有露面的人 其中很可能藏着杀害蒋梅的凶手 子军 你会陪我 在排查葬礼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广告 喂 好 哎 老板 客户提前一天到了 怎么这么突然 这样 你送她去酒店 我自己去葬礼 客户那边要求您拒绝 老爷子也是这个意思 说葬礼他出席就行 提了他再去葬礼 应该来得行 你 你好 你好 我是环宇的商务代表 安娜 子军怎么还不来 别等了 葬礼开始吧 不行 我要跟子军一起送讲统 这对我来说很重要 他在忙事业 你可是要进凌家门的人 不要一起用事 布斯 堵车了 这个点怎么会堵车 怎么 林总有急事 我要去参加一个很重要的葬礼 这样啊 那不如先去葬礼 然后再送我去酒店吧 我说过 你会来参加葬礼 路上出了一点意外 什么意外 不好意思啊 林少是为了接我才迟到的 原来他就是你的意外 姐姐 别碰我 男人果然都夸不住 还是一个人说说 秦潜 秦潜 你开门啊 我知道你在家 两年两天 让你也尝尝失望的滋味 好你个没良心的臭小子 居然还有脸来挽回我女儿 不不 我女儿跟了你一场 你玩了不负责 送个别墅 居然还被狐狸精霸占了 我女儿今后可怎么办呢 什么别墅 我没有 什么 你没有别墅 不不不 阿姨 我是真心喜欢浅潜的 呸 真心有个屁用 想去我们家浅潜啊 彩礼最少一百万 我出一千万 真的 那 别墅也来一趟 成交 成交个头啊 你终于开门了 谁允许你答应他彩礼的 小伙子 你在哪儿工作呀 怎么称呼啊 伯母 我叫林子军 在盛会集团做 做组长 闭嘴 别看他只是个组长 一个月工资还挺高的 有两万呢 不可能吧 你就只是个组长 你还能抵债给他 他还送你别墅当分手费 他以前是婚社会放贷的 现在已经金盆洗手 认真上班了 那套别墅是不良资产 已经涮案查封了 我先去看 那那一千万还有彩礼 你现在已经不婚社会了 吹牛皮画大饼的脾气得改改 不然我是不会和你结婚的 好 我一定敢 那猜离一千万没有 那一百万呢 我原谅你了 走 去月会 跟我说话我会吃人了你吗 你个不孝女 倩倩 你终于肯原谅我了 下不为恋 我保证 下次再也不惹你生气了 我来 这一百万呢 都不愿意 我来 我来 一百万呢 我来 他在干嘛 他让我去酒店找他 还准不上 一块去会会 好 凌尚 凌尚 你好 我叫季浅浅 我是林子军的女朋友 酒店地坊 安娜小姐 你要小心啊 安娜小姐 要找我男朋友商谈什么 不如我们坐下来 这女人不简单 难怪江林 都是我搞不定的 因为合同条款太多 这阵子 我会经常麻烦凌尚来酒店 契小姐不会生气吧 当然不会 我们就住在酒店顶楼的行政套房 随时奉行 其实呢 这次我代表集团来会议考察 是因为最终项目花落谁家 还不能却病 你的意思是陈锋有机会了 对啊 凌少看上去不太高兴啊 哪儿是被女朋友当面抢身 你生气了 安娜小姐想多了 子军从来不会受我的气 对吧 对 陈锋和盛徽本来就是一家 花落这家都是共赢 那我就借用一下酒店会议室 给安娜小姐详细介绍一下 我们陈锋几天 安娜小姐快来啊 你往他鞋子里放出来 调皮了 要不是怕他们气 我会吃这种亏 要不是杀了林子军 让季雪解释去爱情 不行 林子军是我的 季总 你的快递 我最近没完够啊 买来的快递 是前台送回来的 看不出记件人是谁 喂 嗯 小姐 我刚刚收到一把带血的刀子 取消刑场 去采 morning 好 姐姐 你们是吗 没事 警察已经来过了 说刀子上的是狗血 快递也是假的 他们会尽快排杀送快递的 这人就是为了口吓你 我真的有个人 等我找到她 我要她好看 其实被人恐吓 我挺高兴的 为什么 因为这证明讲的 总是以为会有目标 谢谢你第一时间赶过来 看什么看 没见过谈恋爱 没见过能伤热搜的人谈恋爱 正式介绍一下 我是浅浅的男朋友 林子军 哇 林少叫纪总浅浅 还不快回去工作 小心我扣你们奖金啊 快走 快走 你取消了行程 我只好亲自来了 没办法 子军总是把我放在第一位 所以只好委屈你靠边站了 好可惜啊 她虽然把你放在第一位 但也没见她把声音让给陈锋啊 在我的地盘上也敢撒矣 安娜小姐是没见过真正的伤站了 陈锋人给我上 冲啊 冲啊 打他 滚住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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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伤站 真狠 想离没有露面 她畏罪潜逃了 当然不敢出来了 还有别人可疑吗 去你和安娜最可疑 老婆不舍弃 我用身体给你赔罪了 你可责了吧 救命啊 救命啊 可以 娘 娘 娘 second 娘 大猛気 爷爷虽然心脏骤停 好在抢救及时 还有复苏的希望 爷爷身体已相拥 刚才管家打电话给我 你说家里别说监管坏了 你是说 爷爷是被人谋害的 对 而且就是伤害江湾的土匪门人 你怪我连累的原因 我没有这个意思 但是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为什么要追查蒋梅的事情 就算我说出实话 他也不可能相信我 对不起 我没什么可说的 如果你认为爷爷是因为我遇害 我很抱歉 我可以搬出凌家 你宁愿离开我也不愿意放弃蒋梅 我在你心里就叫算什么 那你希望我怎样 不要再追查蒋梅的事情 做好陈锋的CEO已经够对得起他了 对不起 我做不到 蒋梅究竟是什么 她比我还要重要 你不说话就是默认了 果然我一出手 他和那个贱人就分了 你看 你以为明星是什么 你以为你抵抗 彼得有什么 准圣 你以为你这样 我以为你带来 你以为你带去 我以为你带去 准生 我以为你带去 你以为我带去 我以为你带去 你以为你带去 我以为你带去 一个人 以为你带去 我以为你带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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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不提他 我们喝酒 清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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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着急 你的浅浅一会儿就等 喂 喂 你是谁 我的声音你听不出来吗 安娜 你怎么会替子君接电话 因为我们刚刚上了床 我现在在你的行政套房里 林子俊 你狗王八蛋 狗男女 嘘 小声点 她累坏了 林子俊 你也许多个人 你不认识 我的声音 你不认识 你不认识 我对你 我不是认识 你别跟我分手了 你可不要出现在我面前 你别跟我分手 我就是喝醉了 真的 不要拿喝醉当借口 你要是真的爱我 就不会和这个女人喝酒 更不会酒后乱性 凌尚 你说继情前野蛮脾气大 喜欢我身上的女人味 难道都是骗我的吗 你闭嘴 我没说过这话 安娜 你就因为她说你比我有女人味 就跟她上床了 对啊 你 是她背叛你 你打我干什么 我打的就是你 你要不是个贱女人 能因为一句话就跟她上床 女子军 我就不该相信你这样的花花公子 能用情专一 凌尚 别生气 你给我的那杯酒有问题 是她甩了你 你就怪我的酒有问题 我又没逼你喝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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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第一步 好戏还在后头 好戏还在后头 纪总 声会零总来电说她在楼下想见你 不见 他说如果你不见她会一直等下去 那就让他等 芊芊 我有话跟你说 给我三分钟 芊芊 我从小到大没求过人 我求你 给我一次机会吧 你求我我就要听吗 芊芊 不能回头 一个坑摔一次是可怜 摔两次是傻 摔三次就是贱了 开车 芊芊芊 这段感情你说放下就放下 是绝对不会放下的 林总 林总 你不能进去 林总 林 怎么 林总很闲吗 你把我拉黑了 我只能来找你 大家都是成年人 拉黑的意思不懂吗 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戏码 我可没空给我 你怎么这么绝情 连一次辩驳解释的机会都不给我 之前你发过誓言 不会再让我伤心 你违背了誓言就该付出待见 现在立刻马上滚出我的办公室 我是不是对你太好 让你忘了我是谁 怎么 挽回不了我 该危险 你忘了 陈锋的CEO是我让你上了 我能让你多风光地上去 就能让你回头土脸地滚下来 你可以试试 别以为我不知道 二十亿是奖杯的 你怎么知道 你查我 只要我查查我就不知道 不想做劳力 就好好想想该对我伤态度 不许分手 跟我结婚 放开我 混蛋 本来我也想好好求婚 是你逼我的 我是不会跟你结婚的 你死心的 不结婚也行 离开陈锋 辞掉CEO的事物 不然我就毁了陈锋 你敢拿陈锋 威胁我 你个世里的女人 你眼里就只有陈锋 早点像这样听话不就好了吗 我恨你 你就算恨我 我也不会放手 真不愧是龙城最大的企业 真气派啊 你好女士 请问你找谁 我进来找人 请问你有预约吗 你们这里是银行还是医院啊 竟然还有预约 走开 不好意思啊美女 没有预约 我们这里不能入内 走开 走开 你这个臭开门的 狗也看人低 你是 有话好好说 您这是 我要找你们林组长 广告部确实有个林组长 这样 你去联系一下他 让他下来 是 呸 阎王好见 小鬼难缠 麻烦您先在大堂等一下 小伙子 你人真好 您也要注意一下 毕竟公司是公共场合 不能因为您私人的事情喧哗 谁喧哗了 我这不是瞒着我女儿 偷偷过来的吗 她一个月就挣个一两万 虽然啊 钱不多 但是她要和我女儿结婚后 他们贷款买的房子 还怎么帮我儿子还贷款啊 阿姨 这些事您不用跟我说的 小伙子 阿姨心里苦啊 为了我女儿的亲事 我真的是操碎了心啊 都说这女人结婚就像第二次投胎 我怎么可能让我宝贝女儿嫁给一个连一百万彩礼都拿不出来的穷鬼呢 好可怕的嘛 开门 你找吧 这位是 不是不是这个 我女儿找的那个林组长很帅的 哎 这个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林组长 这不是我们公司CEO吗 CEO 林子军 浅浅他真在和你谈恋爱啊 真的是我们老季家族坟冒清烟啊 可是他想甩了我 啊 哎呀 真的是家门不信啊 真是的 可无论如何 我一定要跟他结婚 结 必须结 不过这 彩岭啊 只要你能让她回心转意 彩岭一个亿 一个亿 好女婿 结 必须结 这事包在妈身上 听说你要跟灵绍分手是不是 谁把你放进来 我拿着户口本进来的 你是我女儿 谁敢拦我 别以为你翅膀长硬了 就能飞出我手掌心了 今天给我老老实实 拿着户口本 跟灵绍去扯证 林子军让你来的 对啊 要不是我的好女婿告诉我 我还被你不在谷里呢 她明明是CEO 你却骗我才是组长 不管她是谁我的组绍 闹够了就给我滚一圈 好 好 你不嫁是吧 哎呀 不肖女害死亲妈了 没法活了 要是不嫁驴绍 我我就从这里跳下去 季总 你快劝劝你妈吧 你把公司当什么地方 太不小话了 你在哪 你把这枚钻戒扔下去 不要 这么大的钻戒 老直前了 别扔 留着给你弟娶媳妇 圣辉和桓宇已经终止合作了 滚原点 我们在床上不是很亲密吗 何必终止合作呢 我根本没睡过你 林子军 呦 这不是陈锋记责我吗 林子军 你再以后威胁不到我 从陈锋辞职 辞职了 对啊 拜你所赐 我妈把董事会找得天翻地理 我只能研究辞职 乖乖回到我身边 你还可以继续这次意 可惜啊 你宁可失去免贤 也不会听你的 你们别为我闹江乐 我不想破坏你们的 真对不起 觉得对不起就受着了 属于这个渣男嘛 送你 不认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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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弃了家里 我 别生气了 这种野蛮的女人根本配不上你 你值得更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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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野蛮了 该收场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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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一伙的 纪浅浅 是不是很惊喜 你有林子军 我也不是吃素的 纪浅浅 没了林子军给你的爱情和地物 你是什么滋味啊 我就想知道一件事 蒋梅是不是你们杀的 你还挺关心她的 的确是我们杀的 可惜我们下手晚了 遗产都没有拿到 但她养大了你 她又如何 你这么关心她 一下就陪她好了 你杀了我 就不怕被警察枪毙吗 安娜是职业杀手 会把你的尸体处理得干干净净 安娜 你不是林子军的国际客户吗 她的国际客户早就被我杀了 我入侵了还宇的企业系统 顶替了她的身份 原来如此 死到临头了你还笑得出来 因为我会笑到最后 别过来 过来我杀了她 季千 你们上当了 季千千 你这个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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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特上逃跑了 我去追 你负责奖励 你们社局抓我 我和子军早就知道安娜有问题了 爷爷 我们这个蒙着面的女人 那东西惦记,我 为了调书安娜 可前雪何力也书记 果然吊到了你这条路是吗 金浅浅你是个贱人 我要杀了你 金浅浅 我到死都不会放过你 你已经被捕了 老实点 走 你和你亲妈一样 天生的怪种白眼狼 何邦奖没报仇了 我就知道 你一定能办成的 跟我和林家 在安娜落网之前 你不能疑问 爷爷 我们回来了 抓到凶手了 我这把老骨头 也不用躺在医院里装死了 辛苦爷爷了 接下来就辛苦你们了 辛苦什么 你这个不孝子孙 撒谎是牵下怀孕了 你牵我一个真孙子 还不快去 是 爷爷 我爷爷说你欠他一个孙子 堂堂林少 亲人变成生育工具了 敢笑吗 应该什么 不为了伤孩子 就跟我在一起 好不好 你干嘛 你干嘛这样听着我看 分手的日子就想做梦呢 好怕一醒来 你又给我翻脸 那不都是为了让安娜上钩 故意演戏吗 你演得太好了 我太心了 我差点就跟你翻脸了 所以你真的偷偷背着我调查了二十亿资金的来源 我习惯掌控一切 二十亿不是小数目 不再喜欢你 也不能轻易跟你合作 那你答应我 以后不许再背着我偷偷调查 那你跟我说 你跟蒋梅到底是什么关系 如果我说实话 她会不会把我当成怪物 其实 我是蒋梅的甘女 甘女的 我们在机缘巧合下认识的 她缴我商业知识 带我进程康实习 只是还没公开我的生意 你确实比蒋梅更想到你了 这事也没什么好一门的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那你要我怎么说呀 你是蒋梅的未婚夫 我要是说了 好像搞得我抢她男人一样 那你确实抢她男人 谁喜欢抢你啊 臭美 就用这个理由 永远瞒着她 或许更好 好好工作 下班我来信 好 下班见 一大早就要吃过凉 好撑啊 快上了 迟到了公公司了 快走快走 我去吧 我去吧 拜拜 拜拜 不是说那还没被捕 不能随便外出吗 这个地方很安全 他找不到你 一把眼睛闭上 我给你个惊喜 什么惊喜 你闭眼吧 快快快快快快 加油 你闭眼吧 我数三个数 再把眼睛睁开 三二一 谢谢 姐姐 嫁给我 嫁给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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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恭喜恭喜 恭喜啊 真美 为什么婚礼不能今天就举行 你想的美 就这件 我再试一试方便静姐的礼物 你别想顾忌重施了 不一样 可不可以拿一双 搭这件礼服的鞋子吧 有我去给你拿 金浅 我数三个数 你不出来我可进来了 一 二 三 你的新娘我带走 安娜 你要带我去哪里 救命 救命 我 我给你多少钱 我给你双倍 他没给我钱 我有五个钱 要是你去口 他写在哪里 给我进狗血刀的果然是你 解释 下次就用不上狗血 客人送过来的 是清醒的方法 造法 没事 波斯 警方已经在追踪安娜的车 一定很快找到姬小姐 还不够我 快走 磨蹭什么 急什么 你以为走快点就能逃过警方追捕吗 我本来想给你找个藏身的地方 再切下你的手指寄给林子俊 现在看来没有必要 就一根手指嘛 你陌陌唧唧又不要我钱又不要我命 那你想干嘛 没有不能呢 挺有胆的 要不直接放心 你的珍珠手链呢 你看错了吧 哪有珍珠手链啊 你路上不曾行踪 你一路上给警察一个线索 这你 果然就是个狡诈的贱人 我杀了你 住手 别过来 不然我杀了他 你放开他 不然你走不出这个树里 人在我手里 你话说得再狠也没有用 你到底想要什么 你想要钱 你就说个数 灵绍最肯花的就是钱 要钱有什么意思 跪下 不然我再花他一刀 不要跪 别听他的 住手 不要 不要 只要你没事 我怎么样都可以 有意思 脱衣服 真乖 又像狗一样爬过来 我 学两声狗叫听你 你 清清 清清 不许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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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包子 快去救护车 伤者是血过多 需要书血 血型知道吗 欧型 他说他是欧型型 准备欧型型 不不不 他是AB型 书血可是大事 可不能搞混 到底什么血型 就是AB型 我是他妈 我能搞错吗 好女婿 你别着急 我们家浅浅啊 从小就有高人在护她呀 是大富大贵的命 哎呀你别担心了 我 你来跟我说说 他从小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 浅浅他从小就乖 我说东他不敢往西 这阵子也不知道脑子里 哪根筋大错 主意特别大 我的话一点都不肯听 他没认过什么干妈呀 认了肯定会告诉我 你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浅浅 子军 浅浅你醒啊 痛吗 当然痛 痛死了 那我给你睡睡 你怎么找到我的 警察根据监控 锁定了你和安娜的大致方位 然后我在地上 看见了你扔的珠子 我却问了个沙爹 确认是你礼服上的吗 我们分头来找他 我看到警察了 安娜被捕了吗 幸好警察来得及时 太好了 我当时疼得两眼翻黑 什么都顾不上了 是啊 你迷糊的连自己血型都说错了 糟了 老师明明 说了总写的血皮是吗 明明是AB型血 比自己受伤欧行不动 是 是 你干嘛 你干嘛讲没到手前前 你这记得还挺清楚 还挺巧的 是啊 挺巧的 听伯母说 你从小就喜欢吃橘子 他不会是发现什么了吧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还是别自己吓自己 请住我出院 我为什么要来这间饭店吃饭 我以前跟你干妈经常来吃 谁很关心蒋梅啊 吃香 我不爱吃蝎 我问过伯母了 你爱吃 但是蒋梅对下过敏 所以 你一直在试探我 我只是有点怀疑 怀疑什么 我怀疑得太理气了 理气到我都不敢说出来 为什么不敢说 我要是说出来 很多事情 我也就在 你说得对 所以我没什么可说 不管活到多大 还是会为实验幸福 对不起 不是说 喝奶茶可以治愈一切吗 我怎么越和越心痛啊 要是 晴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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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啊 晴晴 我知道你在家 晴晴 你怎么了 晴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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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好点了吧 晴晴 走 我扶你去客厅坐坐 吓死我了 以后不准再喝这种垃圾饮料 你忘了我对你说过什么吗 在我给你带上婚戒前 你不准摘下这面戒指 你不是来跟我分手的 又自作聪明 你以为你很了解我吗 你都知道我是什么 很愿意跟我在一起 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太理性 所以我这两天仔细想了一下 我究竟喜欢你什么 我喜欢你身上同位人的感觉 不仅仅是因为你年轻貌美身材好 信胡说 我要是以前那样 你还会喜欢我 会吧 这样情况就会变得很复杂 我要是在娶了蒋云之后 爱上了你 那我就给每天晚上想办法 入信你的房间 你个大变态 所以虽然这一切都很离奇 但我还是感谢这一切的命运 把你送到我身边 郭导宋和子军结婚 这就对了 谈恋爱呀 就应该结婚 混合本呢 彩礼还没谈呢 我答应过 彩礼一个月 说话三数 不愧是我的好女婿 不过这一个月呢 我存到了信托基金 信托基金 这什么托儿可不能随便信啊 简单来说吧 就是这一个亿将会分期付款 如果你一个月不联系浅浅 你就能得到十万 这一个月那你要是联系了浅浅 那这十万块钱就没了 狠心的丫头 你真的不准备见你亲妈了 你妈和你弟也不见了 对不起 如果全年十二个月 你都没有联系浅浅 你将获得一笔一百万的年终奖 一百万 一百万 一亿彩礼 五十年分期支付 够你全家一辈子一事无忧 浅浅啊 你别怪妈啊 是她给的太多了 我把快递回家就行 别耽误妈收钱啊 这一家子可真是 还好 以后他们就不是你的家人 从今以后 我的家人就是你 这道房子被法拍了 我把它买下来送给你 喜欢吗 喜欢 谢谢你 婚后我们就在这里生活 把它当作我们的家 好吗 宝宝 无论你是谁 往后一生 我都会用我的生命来爱你 无论前方有多少捡人闲迹 我对你的爱都哭得 我爱你自尼自尋 哦 除了这个家 还有一个地方 我一直聊着 这里啊 是妈妈用来纪念自己的小屋 看 这个啊 是妈妈刚工作的时候拍的 那个时候啊 妈妈也跟你一样 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他是妈妈的好朋友 他呢 教会了妈妈 如何实现自己的梦想 你知道妈妈的梦想是什么吗 不知道 妈妈的梦想 是要和他一样 是要帮更多的小朋友 实现他们自己的梦想 我以后也要像妈妈一样 我要帮助很多很多的人 你要像爸爸一样 消灭坏人 保护好妈妈 其实这个小屋 还发生过很多神奇的事情 等你长大以后 妈妈再说给你听 我看到他一样子都不合理 我还是要帮助很多人 我还是要帮助很多人 对他们这种东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